欢迎大家来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分享的是不舍过去,别怕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还在前方 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只要你持续努力,该来的一切都会在前方等待着你 或许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回忆 无论是怀着千斑不舍,还是纠结于过去,生活总是要翻开新的篇章 第一句话是,凡是过去的经历,都只是人生的序章 我们经历的并非全都是美好的,那些美好的人和事带给了我们的欢乐 那些,而那些不是那么美好的经历,则让我们成长 回首过去的日子,无论是充满惊喜,还是留有遗憾,都应该怀有感恩的心情 对于过去,我们可以豁达的说一声再见吧 再好的过去都已经成为历史,如再糟糕的经历,也已经是过去 不必过去留念,因为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永远在当下 不值得为某些事情过于牵挂,因为有些人和事并不值得 在下面的日子里,让我们学会轻装前行,将过去的一切清零 只要我们踏实的度过每一天,今天和未来都将送上更多的惊喜 第二句话是,你直观努力,公道自然成,或许我们曾经复出,但看不到明显的回报 读过的书,知识难以记住,找睡找起,似乎也没有给生活带来太大的改变 就像种在土地里的种子,总是需要一颗成长和等待的过程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能停止耕耘,不能停止努力 在秋天的时候,丰收自然会到来,生活不会亏待每一次的努力 付出的努力,只要勤奋,踏实的坚持不懈的既定的追求目标 那么所有的付出,都将会接受到回报 年轻人,你的责任是耕耘,而非焦虑的时光,做好当下的事情 在未来将会有答案,第三句是所有的遗憾,都是惊喜的铺垫 或许过去我们留下许多遗憾和不甘 无论是未能见到想见的人,未能完成想做的事 还是未能实现想要的梦想,那些都是生命中的一部分 如果事与愿美,请相信一定有更好的安排 正是因为在追求的道路上,有太多的曲折 所以当真正的相逢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懂得珍惜 经受过时间的洗礼,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道出珍惜和真情 通过磨难和痛苦,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理想会更加的坚定 愿一切过往随风飘逝,愿美好随时而至 愿你的每一天如同下花般颤淡,每一年都过得潇洒自在,充满热烈的激情 好了,如果你渴望成功追求梦想,那就请订阅这个频道,点赞,分享 让我们一起启程吧